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国文医疗集团长春院区6月1号起正式开诊 我们的荣媒体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 大家可以通过抖音 今日头条 及时通等新媒体平台进行互动 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 0431 890 8900 0431963 890 或者守望都市官方微信平台提供新闻线索 易经采用最高可以获得千元现金奖励 下面来看一下今晚节目的主要内容 守望都市 助力高考 为你加油 十年后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咬牙坚持的你 你做过的所有努力都在一步步成为梦想实现的阶梯 为了去更加遥远的地方 你只有飞得更高 更远 在你觉得最艰难的时候就是你离胜利最近的时候 希望你冷静沉着 又希望你放手一搏 愿你心中有梦 前方有路 眼里有光 愿此去虔诚色景 愿归来仍是少女 愿一切如你所愿 追梦少年 踏上征程 圆梦一战 势不可挡 高考是一部连载十二年的青春漫画 今天终于要完结了 高考远远不是结束 你想要的人生才刚刚开始 助力高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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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守望都市 助力高考 为你加油 高考首日 长春市4.4万余名考生进入考场 祝我马到成功 加油 加油 一举多亏 祝你生 七开得胜 金榜青年 加油 二十二年如约抵达 爱心送考再出发 加入第一天的时候就开始 特别希望孩子都能取得心中理想的成绩 能尽自己一份爱心 考生忘带准考证 民警保驾护讨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就哭 哭我说你咋的呢 他就把这个准考证递给我了 我一看就明白了 孩子考试准考证落假了 省教育考试院监控全省各考点情况 孩子们能在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下 自由地发挥 这个环境其实非常好 记者实地探查 考生就餐休息情况 提前在那个附近住的宾馆 宾馆可以订餐的 看孩子平时喜欢吃啥嘛 然后就给他订了点什么 一直由你开播 打造就业服务窗口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 让吉利省的企业 能够高效地找到合适的人才 共同为吉利省的全面振兴 负负负贡献 新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一年 校园暴力等犯罪案件 同期下降74.7% 那么新法制从司法保护 以及政府保护 还有网络保护方面 进行了很大的修订 博省首套房商业贷款利率 减20个基点 神州14号航天员 顺利进入天州货运飞船 要把它的生活必需品 要从货舱里取出来 需要的食物水 以及为了正常工作环境 所需要的一些消耗品 我们来看今天的新闻 昔日寒窗苦读 今朝一月龙门 一年一度的高考 在今天正式开始了 这一天也牵动着 成千上万高考考生和家长的心 今天一早 我们的记者也是兵分三路 分别前往了长春市的多个考点 记录了开考前的一课 高考加油站 我是记者俊阳 今天是2022年全国高考 大幕开启的日子 那此刻距离开考 只有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了 那在我身后 是新省实验中学考点 虽然天空中此刻下着细雨 但是并不能阻挡家长和老师们 为考生加油武器 感觉现在紧张吗 不是很紧张 现在心情就是又激动吧 然后又有点期待 我阿姨在这儿留守 我回去准备饭 我告诉你 下雨天考大学是最好的 天两块 加油宝贝 加油 加油 一二三 加油 考生们只要通过 我身后这条通道走进校门 就将正式进入考点 而刚刚在记者现场 也观察了一下 发现很多家长和老师们 都有通过自己的方式 为考生们加油鼓气 奋斗这么多年了 然后也是期待孩子 能正常发挥 祝愿所有考生 不辜负自己的青春 希望孩子们看到 这个条幅的时候 看到我们的时候 知道我们一直在门口 为他们保驾护航 无论遇到什么问题 都不要心火 今天的考场就是考生们的舞台 希望他们能用12年的寒窗苦多 证明此刻的自己是最棒的 迎接人生这一次高光时刻 可以看到此刻 城市的东方已经翻晴 让记者想起了一句话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草红 好了 现在考生可以入场 把你们的准考证 身份证出示 出示准考证 身份证 有期的进入考场 无关的东西 一定不许带入考场 手机 手表 手指导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长春市第二中学考点 大家通过镜头 可以看到 在我身后 考场的大门已经打开 考生们正在携带着 备品有序的进场 那也有不少的家长 通过鼓励的话语 为考生加油 目送孩子 去参加这场人生的大考 林进去的时候 问我了一句话 他说妈妈 那个 我好像那傻一点 我说那你就记住 嗨起来 放松 我就抱一下就进去了 我们家长也希望 就是那种正常发挥 甚至灵感爆发 跳上发挥一下 金棒提名吧 心想事成 我感觉他挺轻松的 他自己说没啥哑铃 我不紧张 我是很激动 我都心都一目涂涂 这不是开门红吗 第一天穿红色 我这迎这个景 就穿那个一身红 预祝我儿子 还有所有的考生吧 金棒提名 都拿着一个好成绩 随了父母的心愿 孩子吧 一直 他状态还挺平稳的 然后我们这边呢 也是希望孩子 能正常发挥就好 其他没有过高的 因为本身 也别给孩子太大压力 今天这身串触 也是很不易吧 这不就讲 这个旗开得胜吗 把外部的加持的力量 都给他足了 社会就在自我 正常发挥了 希望孩子们 都能得偿所愿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东北师范大学 附属中学的考点 现在的时间 是早上的八点钟 那么在现场 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些考生呢 已经陆续地走进了 我身后的这个安检通道 同时在现场 我们也发现 除了有家长们 正在为考生 送去祝福以外 还有一些老师 早早地来到了考场周围 为考生们加油打气 加油加油啊 我们今天早上七点前 已经来到了考场周围 特意穿了一个红的衣服 所有科目老师都到了 给孩子们一个定心玩 心里能缓解一下紧张 希望我们的考生的成绩 像我们的衣服一样 红红红红红金马提名 就是希望稳定发挥 考上自己理想的大学 我希望语文能打120吧 现在开看多看啊 感觉都差不多 应该能考600多吧 希望这堂发挥 645考上华师 随着一声考试铃声的响起 今年高考第一科 语文科目的考试 就正式开始了 在这里我们也祝愿 所有考生都能够 以笔为马 书写韶花 祝我马到成功 加油加油 一举多亏 过地成功 七开得胜 金榜七名 加油 前程四景 高考加油 金榜七名 高考加油 收网都市报道 高考第一天 很多考生都提前做好了准备 七点刚过 我们就看到 有一些考生已经到达了考场 那今天早上呢 长春是迎来了降雨天气 为了让考生们呢 能够及时安全地抵达考场 交警部门也是增派警力 在早高峰期间的上路疏导交通 现在的时间呢 是早上的七点二十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长春二十年中学 那么记者了解到呢 作为今年高考考点呢 这里是南关下去内 考生最多的一个考点 为了减轻学校周边的交通压力 确保车辆通行有序呢 南关区交警大队呢 也是提前细化了部署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我们面前人民大街上的车辆呢 都是有序通行 家长们呢 也都能做到在考点管控区 急停急走 在人民大街的几个关键节点 主动作为 积极疏导 在这个考场周边呢 设置紧停区域 管控区域 临时停车区域 所有的停车博弈 完全能够满足 家长的停车需求 也确保和今天到晚上 恶给天气的情况下 没有造成任何的交通拥堵 现在的时间呢 是早上的八点三十分 我所在的位置呢 是南昌路 那在我身后呢 就是长春市第二中学 这一时间段呢 前来参考的考生呢 都已经陆续进入学校 那么记者呢 从交通指挥中心了解到 高考首日的早晨呢 长春市的主次接路呢 车流平稳 在各考点学校周边呢 并没有出现拥堵的情况 今天早晨六点半之前 我们警力就已经全部在港在位 通过从今天早晨入场的 这个车流量上看呢 车辆通行很顺畅 目前由于学生 已经全部进入考场 现在的交通 已经基本恢复正常 据了解 今早长春市公安局 交警支队 共出动警力2772人 警车摩托车 共436辆 在一堵一缓行路段 都设有固定警力 同时这几天 在考点周边 也将加大严查力度 在高考期间的 严格管理交通的指数 尤其是严重的违法行为 还有影响那个考生 考试的这个名敌 这种特殊的违法行为 进行严格管理 找王渡市 加露宇峰报道 每年高考期间 由爱心低歌 自发的爱心送考 公益活动就会启动 那算下来 这已经是爱心送考 活动举行的第22年了 那今天早上的6点55分呢 我们的爱心送考车队 也根据各自的线路 如约抵达考生家中 家长您别着急 我现在去接您的路上 您放心 时间肯定来得及 到楼下来我喊您 还有把孩子那个 各种证件别忘了带 我是记者英杰 那么现在呢 我们来到的是 胡东路考生家的楼下 按照约定的时间 7点10分呢 我们现在已经是 提前了15分钟抵达 那么稍后的时间 考生就下楼 我们准备出发考场 早安好啊 早安好 哈喽哈喽 不紧张 不紧张 高考完了之后 这个生活是不是也挺期待的 很期待 有什么计划吗 打算去广州那边 去一线城市看一看 那你心里有没有 要理想的学校 就是咱长春的 那个空军航空大学 现在这孩子进入考场了 咱们这个心情怎么样 紧张 紧张 太紧张了 嗯 太紧张了 对孩子有什么心情 有 有 我相信的 就是年年就是有这个雷锋车 对那个高考的学生 特有帮助 来回接送孩子 我们一直就保持联系 什么微信呢 也加上了 完了他的车 他的那个 他的证件 都拍照给我发过来了 他还劝我 你别紧张 你好好的孩子就没事 我说行 在19年的时候 我是参加出租车 这个职业已经两年多 然后我觉得我想 把这份职业做得更好 也是在路边看起来的雷锋车队 感觉他们的服务 特别标准 想向他们学习 加入第一年的时候 就开始 特别希望孩子 都能取得心中理想的成绩 能尽自己一份爱心 让孩子家长们放松心态 在出行这一块 对他们做出一定的爆炸 窗外有风景 底下有前途 低头是提海 抬头是未来 愿今朝六月 学子们取得一个理想的成绩 今天一早 很多考生都打好提前量出门 家长们也都是千叮咛万嘱咐 一定要检查好自己的证件 可是还有马虎的考生 把证件给忘记了 今天早上正在路面直前的民警 就被一辆私家车给拦了下来 仔细询问得知 原来是这个孩子的准考证 忘带了 家长担心不能及时送到考场 民警也是第一时间开道 护送家长把准考证 及时送到了考生的手中 当时已经是早上8点30分左右 民警见其情况 先安慰该考生家长 询问考场地点后 民警立即驾警用摩托车 开道带领家长赶往考点 就是在同志街的冰淇淋胡同 到那时候也就是8点35 这个考生跟他父亲正感到眺望 准考证及时交到考生手中 看着学生顺利进入考场 家长心中的石头也落了下来 家长和学生有时有些紧张 一早就忙 可能就会拉准考证 或者拉身份证 如果遇到这种情况 请及时跟我们联系 我们长春交警 将全力为长春学子助力 守望都市加入海军报道 为了给考生创造一个 舒适整洁的考试环境 长春市城市管理局 也在各考点周边 布置了1000多名环卫工人 进行全天候的保洁工作 那今天一早呢 长春市迎来了一场降雨 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出行 环卫工人冒雨 对路面积水进行了清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长春市人民大街 与南湖大陆交互处 吉利省实验中学考点的门前 2022年的高好 今天上午正式地拉开了帷幕 那为了给广大的考生 创造一个整洁舒适的考试环境 长春市城市管理局 对各考点及周围路段 进行集中的清扫 那现在的时间呢 是上午的7点30分 那所有的环卫工人呢 也是在趁着所有的考生 和家长没有赶到考点之前 进行清扫工作 在这个我们考场的那个外围呢 有积水的现象 我们的这个专门的保洁人员 迅速对这个积水坑啊 进行这个积水的清扫 避免在这个车辆过程当中呢 有车辆把随花建起 建到行人身上和考生身上 除了保洁作业外 长春市城市管理局 提前对各考点周边 进行了踏查走访 严禁商户 使用扩音设备和栈道经营 并在考试期间 严查发放传单等行为 每天出动啊 执法人员2000余名 对每个考点周边 试容指缺进行检查后都到 据悉 长春市城市管理局 在各考点周边 将定岗定员定则 考试不结束 岗位不撤离 力争为广大考生 创造整洁有序的考试环境 沈王都市 王磊海军报道 长相办同城长 长春农商银行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更适合中国法宝体制的 飞客奶粉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邮政储市银行 吉林省分行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飞碟汽车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龙腾香隔离提醒您 长春小雨13到22度 四号乘用车提醒您 白程小雨转多云12到22度 海信集团提醒您 松原多云转小雨12到22度 四平卫校提醒您 四平多云转小雨12到21度 水澳酒提醒您 辽原多云转小雨11到22度 青岛啤酒提醒您 吉林小雨12到21度 寒霄惠米线冷面提醒您 通话小雨11到22度 老泥轿提醒您 白山小雨11到20度 金生排天然松人路提醒您 沿急多云7到22度 飞碟汽车提醒您 长白山小雨7到18度 孟之兰孟六家提醒您 长春小雨13到22度 更好的时代 孟之兰休息情况 提前在那个附近住的宾馆 宾馆可以订餐的 看孩子平时喜欢吃啥嘛 然后就给他订了点 一直由你开播 打造就业服务窗口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 让吉林省的企业 能够高效地找到合适的人才 共同为吉林省的全面振兴 做出贡献 新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一年 校园暴力等犯罪案件 同期下降74.7% 那么新法制从司法保护 以及政府保护 还有网络保护方面 进行了很大的修订 国省首套房商业贷款利率 减20个基点 神州14号航天员 顺利进入天州货运飞船 然后把它的生活必需品 要从货舱里取出来 需要的食物 水 以及为了正常工作环境 需要的一些消耗品 本来目由倡导 医患户信的国文医疗集团 长春院区独家冠名播出 门诊时长一课中 住院不用交押金 国文医疗集团长春院区 6月1号起正式开诊 那作为高考的有效技术保障 吉里省国家教育考试 考务中心的监控指挥平台 每年都要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那该平台监控范围 覆盖全省所有的考区 高清摄像头确保全省 163个考点 4561个考场的每个考生 都是清晰可见的 那今天上午第一颗考试开考后 我们的记者和5名家长代表 也被邀请到了 省教育考试院监控中心 进行参观监督 现在的时间是上午的9点05分 那记者所在的位置是 吉林省教育考试院的 电子监控平台 那这里呢可以看到全省 所有考点考场 实时回传的监控画面 那现在通过记者身后的 大屏幕就可以看到 第一颗语文的考试 已经开始进行了 考生们现在都在 分笔集书认真的答题 今年呢我省高考的考生 人数呢约12万5000人 较去年呢增加了1.62人 全省设置的59个考区 163个考点 据了解 吉林省国家教育考试 考务指挥中心的大屏幕 不仅全程监控这些考点 还与教育部 国家教育考试 考务指挥中心联网 保证考生们能够在 公平公正的环境下完成考试 今天五名考生家长代表 也受邀来到这里 对考务工作进行监督 被问了一下孩子 昨天说你在五六岁 哪个班级考试啊 他说在七年五班 这一下就知道了 衣服比较特殊 他个子比较高 现在每个考长 都有监控摄像头 孩子们能在一个 公平公正的环境下 自由地发挥 这个环境其实非常好 我们没有这么直观地 感受过就是全省的 这样的在大屏幕的 这样一个呈现 感觉是非常非常的严谨 公正 记者了解到考试结束后 高考试卷就将陆续 回到指定场所 相关月卷工作 也将随之开展 高考结束后 我们将进入评券环节 预计在六月末 公布考生成绩 和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 神王都市同飞王超报道 这一年一度的高考如约而至 那考生们的精神状态 就餐休息情况呢 也是考生家长们 关注的问题 那上下午的考试间啊 相隔了三个半小时 在这个时间内 考生中午的就餐 和休息情况如何呢 我们的记者也来到了 考点周边的 宾馆餐厅了解情况 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一天 现在是11点40分左右 那刚刚呢 我们的考生结束了 语文科目的考试 已经陆续地走出了考场 那据了解呢 下午数学科目的考试呢 为三点钟 那中间这三个半小时的时间呢 那考生们的休息 及就餐情况 也是家长们比较关注的问题 在旁边住了一个酒店 然后离这比较近嘛 然后就让他吃饭 吃完饭午睡一会儿 咱饭是吃的是什么呀 家里做的 然后家里往这送的 不要说这两天吃一个 说平常没吃过的 在坏肚子 因为我家离这近 我直接开车 让他回家 他奶奶在家做 清淡一点的呗 一般的东西也不让他吃 提前在那个附近住的宾馆 宾馆可以订餐的 看孩子平时喜欢吃啥嘛 然后就给他订了点啥 随后记者也是来到了 考点附近的宾馆酒店 了解情况 据了解在高考期间 部分酒店还特别推出了 高考房套餐 以便考生和家长们的 就餐和休息 高考期间呢 酒店的预定都非常多 考生家长们呢 他都会提前过来 把房间都看好 然后把我们的自助餐啊 菜单啊 还有午餐什么的 都订好了 那这样就为考生们 节约了一些休息的时间 我们的那个餐饮这一块 主要以清淡啊 然后营养均衡为主 除了宾馆酒店 考点周围的餐馆 也迎来了很多考生 前来就餐休息 然后有很多爸爸妈妈 然后带着考生 到我们店里来消费 我们店里也准备了 美味的那个拌面 汤面 然后还有米饭 然后供应给大家 祝所有今天参加高考的考生们 然后都能金榜提名 守望都市张萌青南报道 每年高考考场外的陪考家长们 都会自成一道风景线 他们有的是身穿旗袍 有的手捧鲜花 那共同的目的呢 都是希望用自己的方式激励孩子 顺便讨个好彩头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省试研中学 现在的时间呢 是上午的十点半左右 那考生们正在考场里 进行着他们的第一科考试的科目 那在考场外呀 依然有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就是在等待的家长们 这个就是为孩子特意准备的 旗袍就是觉得寓意挺好嘛 旗开得胜嘛 就希望孩子能够 不复这12年的众望嘛 今天长春市下着阵雨 不少的家长打着雨伞 带着小板凳坐在考场门口 等待着自己的孩子 高家良的妈妈就是其中一位 她穿着红色的衣服 还带着些零食 她说今天是特意请假 想要陪伴孩子 有巧克力 这是柠檬片 外有点紧张吃点柠檬片 这是奶酪 就是补充蛋白的 孩子冲在前面 我们是得后面坐好后备力量 就是家长比孩子 更有一种激动的心情吧 就是毕竟孩子就是高考吧 挺重要的时刻 上大学之后 陪伴的时间就更少了 这是我们最后两天时间 能够更展现 咱们家长的那种陪伴 父亲特意请假 我是那个全职妈妈 觉得女儿这个 医生高考也是挺重要的事情 也是需要父母陪伴 一出来感觉父亲母亲都在身边 考场外 家长们的模样各有不同 但心情却是一样的期待 旗袍 向日葵红口罩 也增加了家长给考生加油的仪式感 我是孩子姥姥 希望孩子考好 红红火火 就是给孩子一种鼓励呗 这应该是陪着谁来的 我小侄女 我和我哥哥嫂子一起 就是在外面等 就希望她心里更安心 更踏实 有烤鸡翅 做你条鲤鱼什么的吧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菜呢 一飞冲天啊 什么鱼跃龙门啊 所有的高考生们 家人永远都是你们的后援团 星光不负赶路人 时光不负有心人 那些披星带月走过的路 终将会繁花满地 我就希望孩子能够高考生理 超常发挥 一举夺魁 笔下生徽吧 马到成功 希望他不管考得怎么样 孩子平平安安身体健康 我们做父母就是心满意足了 祝愿所有的高考的孩子们 都能够期开得胜 首王都市 何欢张阳报道 大昌中学呢 是重庆乌山县江北票区 唯一的农村高中 那每年高考呢 这里的考生啊 都要乘船到乌山县城的考点 来参加高考 6月5号呢 大昌中学的131名高三学子 提前从大昌镇乘船到乌山县城 准备参加今年的高考 而这届考生呢 也是大昌中学最后一届 乘船参加高考的考生 5号上午8点 大昌中学131名高三学生 随领队老师走出校门 前往大昌古城码头登船 8点45分 两艘载着副考学生的船 从大昌镇起航 在相关部门的全程护送下 于上午10点安全抵达乌山县城 与学生们同行的 还有学校的14位老师 他们将一路陪伴学生们 直到高考结束 领队老师陈祥梅10年前 也是一名乘船赶考的考生 现在她成了护送学生 乘船复考的老师 庆深经历和见证了 这十多年来的乘风破浪复考路 10年前我也曾像他们一样 在老师的带领下 登上我们的船只 随着乌大高速的开通 这一届可能是我们最后乘船 参加高考的考生 11年变化的有很多 但不变的是考生们的 毕生的一个决心 从大昌中学到乌山县城 乘车需要两小时左右 而乘船只需要70分钟左右 因此乘船复考 一直是大昌中学考生的传统 而随着交通的改善 在建的乌大高速 预计年底前同车运行 届时学子们乘车走高速公路 到乌山县城仅需40分钟左右 明年高考的时候 大昌中学的考生就乘车复考了 这就意味着乘船复考的传统 也将结束 社网都市编辑报道 现在不少家长会给孩子 报一些校外培训 但是培训机构的良有不齐 往往也会导致一些纠纷 今天长春市教育局 针对校外培训机构的 收费标准和缴费方式 再次向家长们发出了通知 希望家长们可以理性选择 谨防上当 今天上午 长春市教育局对外再次发布了 关于减轻校外培训负担 致全市中小学生家长的一封信 那其中再次强调了 校外培训收费的标准和方式 教育部门也是提醒各位家长 一定要理性对待校外培训 依法依规缴费为全 教育部门提示 在给孩子选择校外培训机构时 首先家长应注意查看 培训内容是否与批准的 办学内容相一致 其次查看该机构是否在 长春市教育局允许复课的 白名单之内 第三 一定要签署中小学生 校外培训服务合同 一次性缴费时间跨度 不要超过三个月或六十克时 并索取正规发票 此外 长春市还已经制定了 义务教育阶段 学科类校外培训收费 政府指导价 10人以下班刑27.27元每克时人次 10到35人班刑22.73元每克时人次 35人以上班刑18.18元每克时人次 如果在选择校外培训机构时 发现有培训机构存在违规收费等情况 家长可拨打电话向各区教育局 或长春市教育局校外教育培训监管处 进行举报 守望都市同飞王超报道 今天上午由吉林广播电视台 与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就业服务局共同策划的就业服务节目 一直由你正式开播了 那节目的分为乡村版和高校版 分别帮助农民工朋友和高校毕业生 对接职场信息 力争为我省求职者打造 人才高质量就业服务平台 每周一到周五的八点到八点三十分 我们的节目将会带来全新的调整和全面的升级 升级之后呢 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好听的名字 叫做一直有你 代表我们心里一直都有你 这里是吉林乡村广播的直播间 今天上午八点 由吉林广播电视台 与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吉林省就业服务局 共同策划的就业服务节目 一直有你正式开播 这档节目将通过发布就业岗位信息 对接招工企业和广大求职者 力争靶向破解就业难 招工难 引财难问题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 千方百计 扩大就业容量 全力以赴 提升就业质量 据了解 这档节目分为两个版本 乡村版每周一至周五早八点到八点半 在乡村广播播出 侧重服务城乡百姓 及省内农民工朋友 高校版每周一至周日下午一点到两点 在教育广播播出 侧重服务省内高校毕业生就业求职 同时节目充分利用 96885吉人在线服务平台 将招聘岗位信息 及时公开发布 为企业招贤纳事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 让吉林省的企业 能够高效地找到合适的人才 让吉林省的人才 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 共同为吉林省的全面振兴 做出贡献 省王都市 网络海拨报道 随着毕业季的临近 吉林省人才交流开发中心 携手支联招聘 共同发起了 我在家乡挺好的 百日千万网络招聘活动 城市专场吉林站 帮助高校毕业生 线上全方位了解 吉林省的招聘政策 并与企业连线沟通 迅速锁定心仪的工作 据了解 该活动是2022年 百日千万网络招聘 专项行动下的 吉林省毕业生 专场招聘活动 该专项行动 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推出 旨在搭建全国统一 多方联动的网络招聘平台 为劳动者和用人单位 提供优质高校服务 兼具权威性 专业性 广泛性 为针对不同学历的大学生 提供了补贴政策 包括住房这些保障 我们还为刚在长存就业的 或者创业的大学生 提供人才公寓 然后在购房过程中 享受一些补贴 而且公寄基金的使用 这些政策 我们都已经给大学生考虑得到 在我们下面推出的政策中 都会涉及 本次活动当中 企业将带领求职者直播探企 真实探访内部工作环境 为毕业生的选择提供更多 具体参考 现场相关负责人 也为毕业生详细讲解 吉林省人才引进政策 毕业生可在线向企业提问 主播将连卖企业及时解答 提高双方沟通效率 对于信仪的岗位 毕业生可在直播间直接投递简历 快人一步锁定家乡好工作 从现在到年底 我们人社部门要持续地开展 线上线下不间断地 针对高校毕业生的各类精统化的服务 首网都市沼西张磊报道 清血八位片 国药清红血血好 心脑好 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 新内成年人保护法实施一年 校园暴力等犯罪案件 同期下降74.7% 那么新法是从司法保护 以及政府保护 还有网络保护方面 进行了很大的修订 博省首套房 商业贷款利率减20个基点 神州14号航天员 顺利进入天州货运飞船 要把它的生活必需品 要从货舱里取出来 需要的食物 水 以及为了正常工作环境 所需要的一些消耗品 本栏目由倡导医患户信的 国文医疗集团长春院区 独家冠名播出 门诊时长一刻钟 住院不用交押金 国文医疗集团长春院区 6月1号起正式开诊 2021年6月1号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正式施行 至今已满一年 在这一年来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也不断取得进展 据最高检统计 2021年全国检察机关 起诉校园暴力和欺凌犯罪案件 较2018年同期下降74.7% 2021年6月1号 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 正式施行 其中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增加完善多项规定 着力解决社会关注的 社未成年人侵害问题 包括未成年人沉迷网络 校园欺凌等问题 结构上 我们原来的未成年保护法 是四大保护 也就是家庭保护 学校保护 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 那么这次未成年保护法的修订 增加了两张 也就是政府保护和网络保护 有一位男同学 他冲过很多次钱 买皮肤用 就是买完了就是一个摆设 而且这都不是自己挣的钱 注册的是他们家老人的账户 孩子就把手机里的钱 就都充游戏了 因为本身大人平时上班不在家 对于他们的看管 肯定这方面是疏忽的 国家对这方面有保护的话 家长对于孩子管理上 可能会更好一些 同学之间有一些矛盾了 然后就合起伙来欺负一个孩子 原来的话 肯定没有这个专门的法案的话 有一些孩子可能会纵容吧 有法律的约束 肯定会比没有强 据了解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实行以来 各网络平台予以响应 腾讯禁止12周岁 及以下未成年人在游戏内消费 对55周岁以上 10名用户的夜间游戏登录 进行人脸识别 同时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 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 一年来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也不断取得进展 新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从2021年6月1日开始实行 实行一年来以后 也是见到了很大的成效 那么新法是从司法保护 以及政府保护 还有网络保护方面 进行了很大的修订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 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 也开通了吉林省未成年人保护热线功能 如遇未成年人权益受到侵害等情况 大家也可以拨打热线进行求助 首王都市报道 为了更好的满足脚存职工 提取公积金支付房租的实际需要 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 在近期出台了多项举措 其中包括提高无房职工 租住商品房的提取额度 6月7号我们了解到 经研究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部门 决定对关于应对新冠疫情实施住房公积金 助企惠民政策的通知 部分政策执行期限予以延长 并增补一项提高无房职工 租住商品房公积金提取额度的惠民事项 6月6号开始 无房职工租住商品房 切脚存地在长春市区的家庭提取 每年的提取总额1.5万元 提高至1.8万元 租住商品房切脚存地 在渝树 农安 德惠 九台 双阳 公主岭 以及铁路沿线分离处的家庭 每年提取总额 由原来的1.2万元 提高到13200元 在延长政策执行期限方面 对受疫情影响 缴存住房公积金 确有困难的企业等用人单位 经本单位职工代表大会 或工会或全体职工大会审议通过后 形成决议 可申请缓缴住房公积金 或降低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 最低至5% 缓缴期间缴存时间连续计算 期限不超过2022年12月31号 因疫情原因 造成在长春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申请的贷款不能按期偿还的 不做逾期处理 不计罚息 不作为逾期记录 报送征信部门 以报送的予以调整 期限不超过2022年12月31号 通知中也明确 本通知中未涉及的 其他住房公积金政策不变 那么大家想要了解 通知的具体内容 以及相关的政策解读内容 也可以查询 长春住房公积金的微信公众号 来进行详细了解 这里是守望都市记者程翰广威 为您发回的报道 近期全国多地楼市调控政策 出现不同程度的松绑 在我省日前发布的 稳定全省经济若干措施中明确 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优化商品房 预售资金监管 促进房地产市场 平稳健康发展的要求 吉林省全力抓好落实 为楼市松绑 信贷支持方面 对于贷款购买首套住房 商业性个人住房 贷款利率下限 调整为不低于相应期限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减20个基点 对拥有一套住房 并以节倾购房贷款的家庭 为改善居住条件 再次申请贷款购买普通住房的 银行业金融机构 执行首套房贷款政策 降低公积金门槛方面 职工首次申请住房公积金 个人住房贷款的最低首付款比例 不低于20% 首次住房公积金贷款 结清后 即可再次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最低首付款比例 不低于30% 减轻税费负担方面 住宅类房屋中 对车库车位 与房屋为同一 不动产单元的 适用与房屋相同的 汽税税率 下一步 吉林省将始终坚持 房子是用来住的 不是用来炒的定位 继续落实 城市主体责任 因成实测 一成一测 不搞一刀切 努力促进房地产市场 良静循环和健康发展 首王都市编辑报道 为了恢复我省经济运行状态 助力省内企业复工复产 我省财政部门 人设部门 税务部门等 积极落实政策要求 帮扶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助力经济回暖 在七项财政支持政策中 有五项为吉林省财政厅 牵头实施 涉及企业退税 资金调拨专项资金 使用等方面 针对这次受疫情影响 较大的中小微企业 最高减免30% 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担保费 支持中小企业参加政府采购 切实降低小微企业 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门槛 提高小微企业 在政府采购活动中的参与度 洛杉宝国家小微企业 融资担保业务降费讲组政策 夺力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 融资贵的问题 鼓励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 减少或者取消 医押制药 反担保要求 提升小微企业担保业务规模 此外 我省还出台了迅速实施 社保环缴力度 加大文港支持力度 两项财政措施 包含落实环缴三项 社会保险单位缴费政策 至今年年底 落实高校毕业生 一次性扩港补助标准等政策 受疫情影响 生产经营困难的中小微企业 年底前应缴的 洋劳保险费 失业保险费 和工商保险费 可申请环境 个体工商部 灵活就业人员 2022年度 洋劳保险缴费 可暂缓至 2023年缴纳 沈王都市并且报道 来关注我省新冠疫情的最新情况 6月6号零至24时 全省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 新增本地无症状感染者4例 其中沿边周3例 白山市1例 6月6号零至24时 全省新增治愈出院确诊病例1例 新增解除隔离医学观察 无症状感染者2例 6月6号零至24时 全省无新增本地确诊病例 新增本地无症状感染者4例 其中沿边周3例 白山市1例 6月6号零至24时 全省新增治愈出院确诊病例1例 在长春市 新增解除隔离医学观察 无症状感染者2例 均在白山市 通报中还提醒广大公众 要密切关注各地发布的 疫情动态信息 如与阳性感染者活动轨迹 有交集 或近期有疫情发生地区履居时 请立即主动向当地社区村屯 或疾控机构报告 按要求配合做好相关疫情管控措施 如出现发热咳嗽等急性呼吸道症状 请在做好个人防护的情况下 及时到当地定点医疗机构 发热门诊就诊 首王都市编辑报道 近期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接到有关单位反应 有人以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的名义 向各地的城市管理部门 征定城市管理执法相关书籍 针对此事 相关部门也发布公告 该事件为假消息 近日吉林省各地城市管理部门 陆续收到了一份 盖有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未造公章的假通知 并向吉林省各地城市管理部门 征定城市管理执法相关书籍 且价格昂贵 严重损害了政府形象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在6月1号发布声明 从未下发通知 要求各地征定书籍 也从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 征定图书 请各地城市管理部门 及有关单位提高警惕 请防被骗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提醒 如发现类似问题或线索 可直接向公安机关报案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将保留追究违法单位 或个人法律协议的权利 这里是首尔都市记者张妍 与宗立委发布的报道 近日吉林省民政厅 吉林省财政厅联合发布 2022年度全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 和特困人员救助公养 最低指导标准的通知 具体来看今天的便利发布台 吉林省民政厅发布 2022年度全省城乡最低生活保障 和特困人员救助公养 最低指导标准的通知 全省城乡低保标准 暂继续执行上年度 审定最低指导标准 城市依次为月人均650元 600元和550元 农村依次为月人均415元 410元和405元 具体信息登陆 吉林省民政厅网站查询 长春市二道区里面向社会公开补录基层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40人 增补条件 二道区城镇就业困难人员 报名时间 2022年6月13号至17号 报名地点 二道区就业服务局 吉林省人民医院口腔科门诊 即日起有序开诊 患者来院就诊 采取预约诊疗方式 需通过公众号进行网上预约挂号 按预约时段纠诊 长春市职工体育活动中心 于2022年6月7号正式对外运营 运营时间9点至20点30分 运营地点 民安路158号 长春市职工体育活动中心 首王都市编辑报道 本栏目由倡导医院附近的 国文医疗集团 长春院区独家冠冰播出 门诊时长一刻中 住院不用交押金 国文医疗集团长春院区 6月1号起正式开诊 近日农安县交警 在夜间执勤时 遇到一位村民求助 说家人务实了农药 需要赶紧送到医院进行救治 民警为了抢时间 直接去村民家接患者 紧急送到了医院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 5月31日晚10点左右 农安县永安乡永兴村的一名村民 因务实农药被送医治疗的一幕 接到求助电话 听着咱们求助者的声音 特别焦急 家属疑似中毒 需要紧急送往医院 马上让这边的同志 开着警车到患者家中 把患者从家中 一直送到农安县人民医院进行抢救 在送医途中 民警驾驶警车 全程拉响警笛 为患者赢得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由于送医急时 目前患者身体已无大碍 守望都市 家路玉峰报道 5号凌晨在魂雾高速长春 往吉林方向上 一辆混凝土泵车发生了侧翻 副驾驶座位上的人员被困车内 消防人员立即出动 赶赴现场进行救援 接警后 吉林市消防救援支队 特情大队二战 立即出动主战城市消防车 抢险救援消防车 泡沫消防车 三车15人赶赴现场 通过侦查 就发现的是一辆混凝土泵车 侧翻在高速 两边的徒堆上 驾驶员已经出来了 然后副驾驶 一人被困 由于前驾驶室侧翻 发生严重变形 现场消防救援人员迅速研判 成立一组一副两个破拆小组 破拆一组利用顶杆 撬棍等救援器材 对驾驶室进行扩充 破拆二组则利用液压减 钢筋速断器等破拆器材 对被困人员卡住位置进行剪切 经过消防队员40分钟的通力鞋缩和紧急处置 被困人员成功脱险并送往医院救治 下面我们来关注神州14号载人飞船的最新情况 昨天神州14号航天员顺利进入了天州货运飞船 开启了航天员在空间站的第一个工作日 已进驻空间站天河核心舱的神州14号航天员乘组 6号11时9分成功开启天州4号货物舱舱门 在完成环境检测等准备工作后 于12时19分顺利进入天州4号货运飞船 下午航天员乘组顺利进入天州3号货运飞船 现在天上对接的两发货运飞船 天州3和天州4 我们航天员入轨以后 它要把它的生活必需品要从货舱里取出来 需要的食物水以及为了正常工作环境 所需要的一些消耗品安装到天河舱的相应的位置 这样的话货舱和天河再加上神州 就会保持一个完整的联通的组合体状态了 形成一个整体的环境控制 据了解航天员入驻初始第一周的主要工作 就是状态设置物资转移以及设备安装 之后把载人飞船调整为停靠状态 把空间站天河舱调整为工作载人状态 对于航天员有可能会遇到的飞行计划调整 以及生活中遇到的问题 在地面的科技人员会给予及时支持 首昂都市编辑报道 6月6号江西贯州贯县区遭遇了特大暴雨 当地一度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 部分乡镇山洪爆发交通受阻 当地消防立即出动紧急转移被困群众 根据气象部门监测 6号30至9时 干县区累计降雨量达到265毫米 在干县区寒芳镇 暴雨引发山洪 部分群众被洪水围困急需转移 早上6点多 贯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接警后赶到现场看到 山洪导致大量农田被淹 积水最深处超过半米 水流湍积 村庄多处道路被淹 交通中断 在村干部的指引下 消防救援人员立即出动三艘橡皮艇 和两艘冲锋舟 兵分多路 进村开展研究 蔬菜啊 那个水道 还有村民都 这全面的遗产房子 全都研究了 救援人员驾驶橡皮艇 挨家挨户搜寻排查被困人员 遇到被困群众 救援人员为他们穿上救生衣 转移到救生艇上 一趟趟进出村庄 全力转移被困群众 遇到橡皮艇无法滑行的水域 救援人员就跳入水中 推着橡皮艇前行 截至6号晚上7点 消防救援人员在韩芳镇 以安全转移被困群众21人 日前山东资博警方 经过将近半年时间的侦查研判 一举打掉一个特大帮助信息 网络犯罪的团伙 抓获犯罪嫌疑人近百人 涉案资金12亿元 2021年9月1号 资博柳全警方发现有5张银行卡 交易资金量非常巨大 而持卡人大多无职业收入低 与转账数额情况不符 进出资金达到1亿余远 并且这5个人在全国反大平台上 多次被其他省市公安机关查询冻结过 证实应该是全部都用于 电信诈骗或者网络赌博 随着抓捕行动的开展 仅用两周的时间 警方供抓获该团伙负责卖卡 及买卡的犯罪嫌疑人27人 并确定了他们的上线藏某的身份 他们把收拾的银行卡 转变给广东 广西 江西 湖北等地 从中争取差价 然后再把这些银行卡 转卖给柬埔寨 缅北 一些电信诈骗人员 实施电信诈骗 截至目前 警方已抓获了71名犯罪嫌疑人 并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扣押部分涉案赃款 赃物 价值30万元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守望都市报道 半个月前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公安局 松北分局接到多人报警 称松北区三家商户的电缆线被偷走 经过警方的摸牌走坊 通过监控视频 锁定了犯罪嫌疑人 并成功将这个偷电缆的团伙抓获 这位男子就是盗窃电缆的其中一名嫌疑人 半个多月前 哈尔滨市公安局松北分局的民警 在乡榜区一处民宅内将他抓获 经过询问 张某承认了犯罪事实 并交代把作案工具藏在了楼梯间的暗阁里 警方获取案件的线索 源自今年4月的集体报警 哈尔滨市松北区三家商户的业主反映说 电缆线被偷走 民警介绍 犯罪嫌疑人之所以这么做 主要是看中了电缆线中含有一定的铜 有两一个就是人比较可疑 这个三家这个被套现场同时都出现了 而且是被这个冬子被这个兜子 5月初民警兵分三路同时收网 卖完那个藏物之后钱收到微信里是不是 对 然后呢 然后我再转给他来 他把这些铜按照废品 卖到那个废品上公布 获利人民币21万元 实际上这些电缆按照成品来说的话 得价值300万元 目前收藏的犯罪嫌疑人 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连同盗窃的两名男子 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守望都市报道 经写八卫片国药清红鞋 去月好先到好 下面来关注明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 俊乐保减醇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俊乐保减醇提醒您 长春小雨13到22度 浩月牛肉提醒您 白城小雨转多云12到22度 当一丝法尔提醒您 松原多云转小雨12到22度 安巡通提醒您 四平多云转小雨12到21度 海信集团提醒您 辽原多云转小雨11到22度 吉林化工学院提醒您 吉林小雨12到21度 复兴与松荣酒提醒您 通话小雨11到22度 中梁福林门提醒您 白山小雨11到20度 养乐多提醒您 严吉多云7到22度 太康拜博口腔提醒您 长白山小雨7到18度 金管学院提醒您 长春小雨13到22度 优秘蜜蓝莱经验 茅台江苏集团出品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全面防护 安心就诊 太康拜博口腔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广气传奇M8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甩下包袱轻装上阵 努力不会辜负每一个人 要相信自己 对 过去的就过去了 不要给自己压力 还有网友叫陈爽说 我今天就去陪考了 妈妈们穿旗袍也就罢了 让我震惊的是 居然有爸爸也穿着旗袍 陪考付出太大了 就是望死成龙 望死成凤 还有网友说 今天有千万名考生 踏进了考场 不管结果怎么样 拼搏坡持到今天的考生 值得所有掌声 希望考生们继续加油 那明天还要继续考试 希望所有的考生们 可以早点休息 明天考试一个好的成绩 那今晚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明天见